鮮豬肉呢 我們就是用什麼 五八肉 這個我們賣場 或是我們去菜市場買的有 然後呢我們先來調我們的那個 醃漬的調味料 醃漬的調味料 非常簡單 我們需要什麼呢 蒜頭 剛才有那個蒜末 還有蒜末 蒜末 蒜末 蒜末的話差不多三顆 這些蒜末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呢我們需要一點那個 黑胡椒粒 黑胡椒粒有一個 好來 那我們先黑胡椒粒 那黑胡椒粒的話呢 差不多五克主用 就是各種用 然後過去 老師你算的好精準喔 大家算抓一下啦 好厲害 一茶匙 五茶匙 然後呢我們需要一些米酒 米酒 對 釣酒 OK 那釣酒的話呢 我們大致上稍微抓一下 稍微抓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過來 好 釣酒加完之後呢 我們加一些那個 鹽巴 鹽巴的話呢我們用一匙 一匙的鹽巴 每個都鹽巴 鹽巴還有嗎 這個 這個好嗎 這個是雞分 鹽巴在哪 那個沒有 好 那稍等一下 好 這個鹽巴還蠻重要 鹽巴鹹是說就是要夠鹹 所以鹽巴很重要 所以說我們就是用一匙的鹽巴 一匙的鹽巴就可以 那如果說其實醃製起來 你們覺得說我不想吃太鹹 沒關係 我們醃製好的時候 你可以少用手沖一下 然後切入再去煎 或是你要好都可以 正常啊 再來我們再加少許的五香粉 剛才裡面呢 有我們的那個黑胡椒 然後呢 料酒 米酒 然後蒜頭 然後呢 一些五香粉 五香粉少許就好 不要太多 然後呢 我們再來加鹽巴 鹽巴也有多少 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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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鹽巴我們就用大匙的鹽巴 然後這兩匙 好 那你們呢 就在家裡用那個量子就可以量 好 那到時候呢 我師傅都會上去 好 師傅都會上去 OK 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肉呢 稍微把它 搓一下 拿這個鐵叉子 擦一下 老師為什麼要搓 因為方便讓它入味 喔 方便讓它入味 所以這就是小秘訣 對 所以等一下有可能 我們的題目就是這個題目喔 對 沒錯 我們稍微把它擦一下 讓它有些洞頭 這樣子呢 它比較好入味 比較好入味 這一塊肉看起來好漂亮 真的喔 真的 就是它的油花很均勻 對 油花非常出 好 好 縮動縮好之後呢 就可以做醃脂的動作 好啦 我們先把它拌一拌 好 因為這個蔥你可以先拌掉嗎 拌一拌 再拌一拌 拌一拌 好 好了之後呢 就把它穩穩上去 好 我們先把它連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我說 我基本上 有夠好裝飾 就是用手膠帶 都在 好像 沒有喔 那我就用手 好 我就用手就好了 沒關係 我們的手都是洗乾淨的 小心 來 我們稍微把它擦均勻 好 來擦均勻 好 都要抹到喔 都要抹到 好 然後呢 把它翻過來 老師這個要醃製多久啊 這個的話基本上 醃製兩天會更好 喔 越久會越入味嗎 對對對 我們越久會越入味 那我們 就是第一天呢 我們先把它放很長 然後第二天 我們再把它放很久 好 要不然長期放很長 醃製之後 會壞掉 這樣會壞掉 這樣會變熟 好 這樣會變熟 我就光看就覺得 等一下應該會很好吃 好 這已經有用了 對這個 我們已經把它切片了 好 這是我之前做過 三天請醃製 它應該很入味 對 很入味 OK 好 那我們不要浪費 我覺得這些料 我們都把它 真的 就把它用完 對 就把它用完 我覺得做料理 最重要還是要珍惜食材 真的啦 要不然的話 現在食材那麼貴 對 不要多無味的浪費 OK 那我們醃製之後呢 我們就要再放起來 把它放冷藏 然後隔天之後呢 再放冷藏 這樣子你就可以冰 比較長久 老師它冷藏的話 一個月也沒問題嗎 盡量不要 還是盡量早點把它用 因為我們沒有放一些 防護器之類 防護器 所以自己做的就是這麼天然 對 就是這麼天然 OK 那我們醃製好之後呢 就把它拿去冷藏 好 好 好 那呢 校正老師呢 這兩道料理呢 醃製的動作呢 都已經先做好了 對 現在就放我上場 好 沒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 好 那我們呢 接下來就來 做我們的豬肉料理 豬肉料理 OK 好 好 來 那我們先熱鍋一下 把它那個水分呢 鍋子的水分塞 把它 再把它煮乾一下 那我們來 上面水在這邊 老師要鍋殘對不對 嗯 那有那個木殘 好 那麻煩一下 我們用木殘好了 來這邊 好 OK 謝謝 好 來 那我們的那個 鍋子水分燒乾之後呢 我們就先來煮入我們的肉 好 那我們的肉在旁邊 好 來 少許的油下來 好 少許就好了 一點點就好 又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鹹豬肉本身它也有油脂 好 三層肉它本身就有脂肪 好 所以說呢 我們用 一點點少許的油就可以了 好 來 那我們呢 先把鍋子稍微有點燒熱 來 那我們的肉 剛才已經切成片了 好 我們就把它做起來 好 一起下就可以了 好 我們把這個肉炒熟 好 我們這個鹹豬肉非常方便 好 自己醃 沒有添加任何的添加物 好 然後呢 我們在炒的時候呢 也不用再添加任何的調味料 因為它本身就夠鹹了 它也有甜味 所以說呢 就不用再添加一些鹽巴 之類的東西 頂鍋就是加一點點的醬油 去調色 然後提著它的香氣 好 來 那我們呢 基本上 稍微炒香之後呢 我們加少許的水 稍微要去煮一下 你看 碰這一坑 就讓它呢 能夠快一點熟成 肉快一點熟 然後呢 它的那個 炒的那個熟成度 也會比較均勻一點點 加點鎖 這樣香味就很香 好 那我們炒到什麼程度呢 炒到收汁 炒到收汁 它本身就有油脂了 把它收汁 然後呢 讓它那個油脂呢 釋放出來 它這個香氣就很夠 好 炒到它煮久一點沒關係 好 因為呢 它這個 我們這鹹部肉有帶皮 好 所以說 讓它稍微煮久一點呢 它那個皮呢 也會比較軟一點點 好 比較軟一點點 好 它現在有水分喔 稍微把它收一下 我這邊呢 我這邊呢 剛好是一條的鹹酥味 它會往前 大火光耶 好高秀 真的 都一大盤啊 就是很便宜 就一大盤 非常的便宜 那個是醬油嗎 是 它裡面有調味料嗎 有 有 我拿沒有 火焰的 好 好 看自己的口味 如果說你今天呢 不想吃那麼鹹的話 就變火焰醬油 對 因為基本上我們火焰醬 只是在調色而已 好 來 撿醬油 調個色 它看起來呢 會比較 顏色比較漂亮 它看起來肉很Q耶 對 它又是Q的感覺 因為我們基本上 有倒一些水下去 用半煎半煮的方式 它起來肉質比較不會那麼長 而且會節省時間 對 也會節省時間 它手省也會比較均勻一點 好 炒到上面有點收汁的時候呢 我們就下我們的蒜苗 那種蒜苗的話 切斜片就可以了 現在也是蒜苗的季節 當然 所以說呢 剛好我們炒辣肉 炒鹹豬肉 對 蒜苗特別最好 來 那我們呢 那個蒜苗白的部分 我們先讓它下 先讓它下 好 來 先把它摔炒一下 那等一下 我們再下我們那個 綠的部分 這樣講 它比較脆綠 會比較脆綠 那有時候覺得說 欸 好像這個好了 那個已經有點過了 對 軟軟 嗯 不好看 所以炒菜就是一個順序的問題 對 一個順序的問題 好 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肉呢 它已經厚了 都熟了 好 再稍微讓它上色一點 稍微加一點 這個真的是 觀賞說絕對秒殺白看 是啊 真的 好 稍微讓它進吃一下 好 讓它那個 啪起來 好 煎一下讓它香味呢 更粗糊一點 好了之後呢 最後我們再下綠色的部分 然後呢 我們黑一點辣椒進來 讓它紅黑綠色有點上色 而且有點微辣 對 有點微辣 對 有點微辣 然後翻炒就可以了 看老師在甩鍋就是專業 沒有啦 真的啊 有啦 噢 憋一下就好了 好 好 那我們稍微把這個 蒜鳥綠色部分 我聞到味道了 蒜的味道好香 好香 真的 好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現在哪一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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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了 這個好了 好 我覺得加了蒜娘 也有那個 那個 勾紗米 勾紗米 有那個阿嬤的味道 對 以前小時候如果過年阿 阿嬤都會煮這個 對啊 而且這又好下飯 真的 會想到小時候 真的 真的是懷念的古早味 真的很香 連現場都有聞到 對 點頭如倒蒜 這個時候應該趕快煮個白飯 白飯 好 OK 這個輕輕散散的一大碗 今天 CP值超高的 真的 我們稍微把它剪一下 其實自己料理真的是 比較省錢 對 然後又安全 安全又衛生 然後口味又可以自己調整 對 沒錯 不會吃過多的油阿鹽之類的 對 沒錯 而且又衛生又簡單 真的 所以真的是鼓勵每個媽媽 在家裡都可以自己料理 對 不一定是媽媽爸爸也可以料理 當然 對 全家一起來料理 對 全家一起來料理 好香 好香 真的很香 而且我發現它那個白肉的部分有Q 對 會乖 真的 好棒 對 這個一盤 我要在外面吃 今天15 這樣子很折磨人 初一十五吃素 這樣很折磨人 對 沒關係 我 學會了明天做 對 學會了明天做 對 所以我覺得很好 我們晚上看做料理 擦一下 然後灑一下辣椒 好 我們現在把它擦一下 老師來 好 讓老師來完成 好 那我們稍微把它撒一點紅色的辣椒 都試一下 有人問是前腿三層肉嗎 前腿三層肉 基本上是腹部的肉 腹部的三層肉 好 麻豆 好 來 我們這樣子 就一倒料理就好了 好快 對 不要簡單 又香 對 來